花莲市松原别馆 农历新村迎来了首场特展 邀请到了艺术家 同时也是中正国小美术老师钟丽萍 举办变奏与延伸的各展 展出了数位影像结合复合媒材的作品 延续2019年的作品增加了新的物件元素 期盼透过艺术传达对生活的观察与反思 而即日期展出到2月19号 也欢迎大家前往观赏 松原别馆不仅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 更是花莲县内著名艺文观光景点 新村佳节期间 邀请艺术家同时也是中正国小美术老师钟丽萍 举办变奏与延伸各展 展出多幅数位影像结合复合媒材作品 将2019边界的推展作品做延续 增加更多元素物件 透过现代科技 让传统图像制作方式更自由 想象力更加奔放不受局限 2019年的作品主要是数位影像输出 然后我那时候累积了很多的素材 然后平常也很喜欢收集小的物件 小的物品 所以在去年夏天的时候 就觉得时机成熟吧 感觉到了 然后就利用所有的素材做了一批作品 那这次展出大概有32件 包含数位跟复合媒材两种 数位影像的话大概就是我平常很喜欢拍照 然后也会利用3D的软体 去做一些特殊画面的呈现 它开启了很多的想象力 因为很多的作品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拍照做不到的 所以我很喜欢数位的影像创作 但是又不太满意说它只能用平面输出 所以结合了我以前很喜欢的复合媒材方式 把这两个方法做一些不一样的呈现 既然做了一批作品就很想要分享 所以也很高兴松原的馆长罗曼玲小姐她邀请我 就在这个新年开春的时候在松原这里展览 我目前是在中正国小任教 那么对于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作品 我更喜欢那个小朋友那种纯真的表达方式 所以呢在这20年20多年的教学生涯当中 我觉得我或许有教他们一些东西 但是他们教给我更多 对他们小朋友的活力啊 还有那种不受限制 我觉得其实是一直在提醒我创作当中 不要要时时回看到那个最初的 创作带给我喜悦的状态 对所以当然老师有他辛苦的地方 各行各业都是 但是我觉得一路走来成长了很多 对我的创作也帮助很大 钟丽萍表示 展出系列包含内在有关人的心 脑与想象力 外在环境的湘海风景 以及对形而上宇宙心灵空间的探索 问他兼任美术老师带给学生什么 钟丽萍则觉得是学生启发他更多 期盼持续透过艺术 传达对生活的观察与反思 收藏人生途中点点滴滴 即期展出至2月19日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记得讲帮彦华林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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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